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the next 分享 in your video series 那 拜師學藝 我想跟大家明白 要學好一件事 學一個運動 學一個技術 不是一兩堂的事 也不是幾個星期的事 甚至一年 很多朋友都 都未去到他想要的位置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要求 有要求的人是好事 有時候的朋友會亂了 所以我們有這個video series 你有要求是一件好事 是要讚的 沒有要求的 也沒有問題 但有要求要讚 你要記住 當你有要求的時候 你要對自己 尊重一下自己 對自己好一點 對不對 無論你是初學者 去到中水平 高水平 你有要求是好事 不要將這件事 變成亂了 like for example 例如 如果我要去 我要去畫畫的 我當然要找一個 厲害的師傅 對 如果我 不打算去做好他 我不會學的 就這麼簡單 我不會畫 我不會畫 對 單說要打步 你習慣了 我每天都很開心 一起來就做我 很開心喜歡做的事 整輩人的 就是打網球 對 你們第一步要想 是不是想這件事做好他 如果你不想做好他 也沒有問題 你明白嗎 那點是 不要亂 就是 你只要玩玩而已 都可以 對 但我想現在已經過了那個影片 之前說了 想玩玩而已 對 對 有要求的人 對 你的要求 越高 你的時間去展開他 就越高 就是 一齊 in proportion 你明白嗎 那你只要找一個人 可以幫你 帶著你去做這件事 因為自己做 是未必做到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到自己 對 非常重要 那 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了 你先有好的技術 對 對 無論是初學者 高水平 中水平 都是有資格 去發展一套好的技術 對自己好一點 你應該要得到 對 那 你當然要找一個 有技術 好的人去帶你 對不對 難道找一個技術 差的帶你 即是不合理的 你自己想一下 你明白嗎 那 那 那 這不關於價錢 首先 就是考慮 因為考慮 就是那個人 OK 外面有很多 你只要找他 但很多人會令到 因為那個 少少的價錢 令到 阻礙他 我告訴你 錢你會花掉 但時間你過了 真的沒有了 而且你弄傷了 你更浪費時間 對不對 學得不好 不停學不好 更浪費時間 就是看這些東西 我們在一個 很棒的地區裏 很多很聰明的人 金融中心 但為什麼錢的 很多人都不懂得看 我沒有說你正好 我只有一個問號 在那裡 那 加上我 我是讀精算的 所以我們 那個 看的東西是不同的 那 我的分享 不是說 哪些人正好 我只是想 提出一個問號 大家可以去 想一下 看看 考慮一下 OK and that's it 如果你覺得適合你的 你覺得是 那你就可以 下去用 你覺得不適合 不下去用 沒有所謂的 那 我的學生是 長期學 想進步 有要求的學生 他們 so through 我 我得知他們 相信我 每天我都起床 就是 繼續去search 去seek 去developed 一些好的教學上的東西 給他們 每個星期去做 每個星期去訓練 那 但是 每次都 accelerate都很快 所以 他們都要跟 他們都要跟我 對嗎 他們都要追著我 你看 是不是應該這樣 那 it's very important as 我 我的責任去做這件事 so 回到剛才那個 猜球那裡 上次說 技術上 好的技術 你就可以 打到球過去 成功 受到壓 很多次就變成猜球了 你當然要找一個人 可以打到球過來 才行 是不是 他不跟你猜 那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個 師傅 可以跟你猜球 如果跟你猜球 對 他會不會爆你 每一下都 那當然不是 他是在一個挑戰 level 剛剛好 在你的Horford上面 這個你的level 上面少少少 不停的挑戰 等你推你 拉你上去 那你 一段時間 咦? 我在這裡了 是嗎? 那 哇! all this is happening you have to have fun 這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你在學習 想拿好東西走 但你也要有趣 因為Tennis is a game 是一個遊戲 來的 我們很誇張 我們做教練 在教別人的遊戲 對嗎? 好了 當你 猜球 再去遠一點 就變成一個 再猜球 就變成一個 遊戲 遊戲 比賽 那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分享 就是 你找一個 比賽厲害的人 我們有個名字 叫做Champ Champ Champion 來教你了 那我呢 多數學東西的時候 如果我要找人 我多數第一個選擇 就是找Champion 教我的 沒有第二選擇 OK 沒有的 我就會找一個很有經驗的師傅 或者他以前打過比賽的 或者他教我 很多力的人 來教我的 我是這樣的 我會不會考慮 我不會考慮 我一找就找他 價錢 不會考慮 我是不會考慮 是一定會想 不是考慮想不想 我是考慮 考慮一定要去到 去找到他 走不了 哈哈 那 就是 我去學習的 drive 我要做一件事 我一定會做到 要做到的 要drive去做到他 那 我以前有個訓練 很幸運地認識他 他教我們如何設定 目標 讓我們不會亂 所以這些分享 都是因為 我們看到有些朋友會亂 不是我們剛剛錯 是有點亂 有時候很搞笑 他們 很多朋友 因為我們都有教練出來 然後他們會分享給我們 很多人會問他 through他們的sharing 看到他們的video 你這個4人家厲害 或者銀行很厲害 我想跟你學習 我想拜師 然後去到 多少錢 當然多少錢是重要的 我沒有說不重要 但是 很多朋友會 看不到其他東西 所以 你的時間 如果 你 比一些便宜的 或者 不值的 應該這樣說 就變成 更浪費了 對不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更浪費了你的時間 更浪費了你的汗水 做錯了 反而會受傷的事情 學不到 受傷的人不理 我告訴你 我 因為我太了解這個市場 那些人的psychology You don't care about getting injured Until you get injured 你就會理了 你不痛 你不會理的 對 那 所以呢 我 我講兩句就算了 還有就是 那個什麼 學 都學不到沒有進步 的東西 OK 對了 我試過呢 有很多人會跟我說的東西 OK 我學了很多 跟什麼什麼教練 但我尊敬那個教練 所以我不會說 關於那個教練的東西 那他自己 你要明白 你不進步 有很多原因的 對 未必一定是那個教練的錯 可能你不夠時間 可能你吸收不到 可能你學得 你錯誤那個訊息 或者你沒有問問題 很多事情的嘛 所以 我都說了 沒有對錯 是有時候 亂了 好啊 那個學生跟那個教練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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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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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夢想就是 在我們 那麽完美的地區裏面 每個教練可以找到 他們自己的學生 學生可以找到自己的教練 然後 長期間 會有很好的 好的技術 好的技術 那 那 價錢 那裏 就是 那裏 只是最後的考慮 但如果你看得到 我可能 有可能 如果我行不正 我學到 都學不到 都中了 時間 中了 然後你會覺得 怎樣 我在社交媒體 看一些事情 我自己搞 搞得定 減重了 因為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 就是我幾次找到幾位師傅很聰明 剛剛找到教授Constantin 78ATP 78很厲害 每個人都說了一件事 其實很多技術都在這裏 每個人都說了一件事 很多技術的 不過其實你再重視這兩件事就算了 其他東西你給他自信了 說這件事嘛 就很確定了我所說的 其實不是要做很多東西 是要做一、兩件事 或者三件事做得很好 specific 每個人是不同的 Keep it simple 你看看是困難做不到的 所以 這些分享就是你拜師學藝 你要預時間 當然你要預金錢 金錢那裡經常都出亂了 你們覺得是便宜了 其實反而是貴了 反而是貴了 反而是相反的 你覺得是便宜了 但其實是貴了 對不對 哪一件事先走 在第一時間 你覺得是貴了 但在最後是便宜了 因為你拿到的東西超越了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一件事 在開始你覺得是便宜 但長時間過了 你其實是貴的 因為你拿不到你想拿的東西走 有可能的 這個影片是不適合那些 不斷跟著你自己的教練 然後你拿到東西走 然後你很開心 那些不適合那些 你們繼續走 繼續跟著你的教練 非常非常好 你走得對嘛 那就繼續走 對不對 這個影片是分享我 我會 我怎樣去學東西 我學東西是 我找我的師傅 我測試他的東西 是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就是很肯定的了 他走我不喜歡的了 我一定會預約他 哈哈 然後 我會 好 放下我自己的東西 for a moment 然後去 吸收他有說的東西 我會問問題 然後 我會去吸收 視乎他的角度 因為他看我 是我跟我看我自己不同的嘛 對 非常重要的 就是 就是 我不會太說 你也不明白我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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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ce they have been through they have been through my stage 對 還有他的經驗 是 足夠 去看我 and know my situation 你明白嗎 對 所以 其實 很容易去說 你不明白我的 很容易說這些 有些 temptation because you're looking at from your angle but if you're looking at from the other angle 你就會看 扯我一早知道你做什麼了 你一條忙 我知道你做什麼了 就是師傅說的話 例如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那天我 我的電視壞了 已經不開心了 跟了我十幾年的電視 是不是 然後 我們之前有個朋友幫我 整個架 電視 入場的架 你可以拉出來的 那些 我就整個電視下來 然後 那個架就在 想起師傅 不是 他會送電視來的 然後有個師傅 就會幫你安裝的 對 長話短暫 想起師傅來安裝 你看他開門 一進來 一看到架 他就說 在門那裡一看 你的架安錯了 哇 你這麼遠都能看到 他就說 這就是師傅 然後就慢慢解釋 其實 你應該怎樣安裝 應該用幾顆螺絲 其實你應該調轉 嘩 師傅 你明白嗎 一看就知道什麼事 那 就是 有時候我都感覺到 這就是我做的 這就是我們 我們 應該不要說我們 我們 很多師傅在外面 一看就知道 一動毛 就知道什麼事 但如果你經常都說 你不明白我的 因為你看著你的角度 看著你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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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他的角度 看著他 看著他 看著什麼 因為你自己看不到自己 是不是 感受當然是不好的 你不想做不到 但可能 你在那邊看回來 你要了解 為什麼他這樣說 你想想 為什麼他這樣說 這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所以 師傅的眼睛去看你 是 上次講技術 今次講 猜球 師傅 猜球技術 跟你猜 他每一次的手 調教 那個球 給你 是 要剛剛好 above 你的challenge level OK 他是 不是在猜 正常的球 跟你打 不是的嗎 你們不知道 不是吧 這個師傅跟你猜 是應該 是好像 仰仰仰仰 所以 就是 RELAX RALLY 哈哈哈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見過 很多師傅 跟他們的學生猜 是 就這樣很輕易 那當然了 你再 平心靜氣想想 喂 如果師傅跟你猜 是落全力的 跟你打 喂 那是不是他訓練 不是你訓練 是不是 他跟你猜 都這麼吃力 那怎麼教你啊 大哥 不要玩啊 那可能 maybe it's just you know it's a practice partner 那是另一件事 但是 你要明白到 是應該 很輕易地 helping you train 是幫你 train 他不應該是 博實了問題 還有你想想 如果他在一個日子 教十個小時 就死定了 他很累啊 大哥 他的層次是應該超越你很多的 他才可以帶你上來 他的層次是超越你很多 你是在這裡 但是他也是在這裡陪著你打 拉著你的層次上去 如果有很多外面的師傅覺得同意 可以留言告訴我 OK 其實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 師傅的層次到這裡 你就在這裡 那 都沒有適合錯的 但是你是不是想要這件事 像一個學生 我跟我的學生 我一定要找一個層次 在這裡的 and 我要他 show m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ok so 嗯 這個就是 我會找到 拿到最盡的 他的experience and you show me so that 你告訴我 不要有任何保留 let me know what I can do to improve 這樣才是學習的 就是我經常都跟我們團隊說 我們是來學習的 如果你是想著來學習 拜師學藝 你的態度完全是會改變了 對了 對不對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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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習的 不好意思 我想請教你 and then I don't talk and I shut up 我不說的 就是用我自己的 然後他說完之後 我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但我告訴你 聰明的人會怎樣 他會問我一個問題 ok 不停問問問題 不是 他會深深地去問 因為他們那些很細微 你明白嗎 ok 所以你明白了吧 三個例子 你就會學得到 那個師傅 那種師傅 我要那種師傅幫我 for我自己 and then 他們會怎樣去 communicate with我 and communication 也重要 and他們找的東西 是很細微 so that 他可以拼乎個問題去幫我 and then 有時候很搞笑的 他們會幫到我 找到我自己的問題 厲害 這些師傅 厲害 厲害 等到你自己幫到 找到自己的問題 但是 在最後 他都是他的經驗才能做到 你明白嗎 coaching 有很多種的 ok 有些是mental 非常正的 有些是 要打很多球 有些是 show給你看 demonstration and that's all good 因為 it depends on師傅 coaching method幫你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還是要他的experience 即是說 我也想你幫我看一看 你幫我看一看我 或者你幫我看一看 國學生 whatever都好 it is so important 他的experience 對不對 即是他的ability 當然是 他的technical ability 他的experience 他的眼睛 他的coach的眼睛 一分飾看 可能你會覺得 一看你自己的影片 你會覺得 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的 他一看下去 不是的 是這裡的 你明白嗎 多數呢 我和大家分享 這個不一定是 這是一個例子 OK 當我沒有朋友 要看自己的時候 OK 今天講猜球 可能你們 找了一個人 餵球給你 然後你拍片 是不是 今天不是說 technical only 說猜球 然後你跟人猜球 你自己拍片 很多人都會在什麼公園 什麼公園 都會拍自己的影片 我看到的 你看自己的rally 對 你們會覺得 這裡是問題 這裡是問題 腰有問題 腳有問題 但我告訴你 有些師傅就會說 這兩個問題 先搞這兩個 是嗎 不是 一個廣角的問題 但先判斷了這幾個問題 又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整體的概念 這一個概念 不只是 apply到網球 很多東西都是 所以 今天的sharing 希望大家喜歡 就是關於 你如何去拜師學藝 透過一個rally的例子 我當然是找一個 猜得贏爆我的 如果我要學猜球的話 如果我猜得贏他 別玩 對不對 還有 如果我跟他猜 是同樣的 apple跟apple 他出了 汗濕了 而我還乾燥燥 我們有一個問題 你知道嗎 所以 在這裡分享 為甚麼就是 我會做的 好嗎 所以 在這裡分享 希望大家都喜歡 請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我的朋友 分享我的頻道 可以受益 希望你們分享一下 比賽 好不好 再說 拜拜 掰掰